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,主要内容是,八卦爆料,一粒热八,杨子,王一博,任嘉伦,张寒韵,居静一,小编提醒,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添加小铃铛,一,杨子的团队想要继续找一些高质量的商务代言,最近在谈,二,彭玉畅和丁宇熙合作的消息,据说是假的,那部剧的主角一个是青年演员,一个是中年演员, 三,嘉企现在想让热八带着王一锦拍戏,但热八那边坚决不带,还继绝了一部嘉企的自制剧,合约快到期的时候,的确乱七八糟的事情会比较多 四,张寒韵在姐姐综艺里会留到最后,因为她跟芒果台有长期合作,而且和领导的关系很不错 五,蓝英英这次是被有心人故意黑了,她的人设虽然有很大水分,但是当年迪的确确是,凭借实力讨近人意的,演技也可宣可点 六,任嘉伦和欢瑞合约还很长,她目前换了的只是经纪人,也入职欢瑞,而且欢瑞的将来还在时,故事发朋友圈帮她宣传呢 七,白静婷的新剧马上就要播出了,她团队正在给她谈一个演技综艺,想配合一下新剧,持续热度,毕竟她真的太久没有聚播了 八,激静依有次打扮得很严实去逛街,却被湛姐发现了,因为湛姐认出了她助理,在这之后她也让助理也要全副武装了 九,吴金近年挺努力的,她很看重姐姐综艺,私下里一有空就抓紧练习舞蹈 十,王一博现在就是公司的摇钱树,公司最近在有意无意的给她洗脑,让她不要再走后盖路线,慢慢变得铅和,搞笑一些,这样也会接到更多的综艺资源 景托尼梦画景景八卦首册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订阅,添加小铃铛不迷入 感谢观看